普卡莎总统上午9点半钟 由外交部礼宾司长吴文辉陪同 到台大农业陈列馆参观 经济部司长张光世 台大校长严振兴都在门口迎接 普卡莎总统在听取一项幻灯简报以后 开始参观农业陈列馆展出的 台湾省的农业环境 台湾省的土地改革 和农业生产等项目的图表 普卡莎总统在陈列馆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转往石牌振兴附建中心参观 普卡莎总统在今天上午11点钟 到达了石牌的振兴附建医学中心参观 他首先接受了10岁的陈里千小妹妹的献花 然后由院长彭达谋陪同参观 在证量室里 普卡莎总统和矮地和每一位小病人握手 并且祝福小朋友们早日的康复 彭院长并且告诉普卡莎总统说 振兴附建中心是蒋夫人创办的 已经有三年的历史 目前有400位小朋友在接受治疗 普卡莎总统参观了半个小时以后离去 普卡莎总统今天下午3点50分 率领他的随缘 由外交部礼宾司长吴文辉陪同 到故宫博物院参观 普卡莎总统在博物院门口 首先签名留念 接着院长蒋福聪 制登两件礼品给这位贵宾 其中有雕七一件和故宫文物选退五件 普卡莎总统接着由故宫博物院的服务员陪同 参观了我国历史文物 他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博大心声 一再表示倾养